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因应参数台风来袭 花莲县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 在11号的上午召开了参数台风 花莲县灾前准备会议 县长徐真卫担任指挥官坐镇 率领着县府的局处首长 以及相关单位主管列席 也预请所有的乡亲 要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 参数台风花莲县灾前准备会议 现在许真卫担任指挥官坐镇 率领县府各级数首长 以及相关单位主管列席 对付冯企业前来关心 当然这个台风期间最重要的通讯 也就是我们电力和中华电信这个部分 也要预认请这个相关单位来跟我们说明 还有这个树花公布的部分 树花杆的部分是否有做预防性的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关闭 这个部分在什么时候 那另外大概就是我们的农业处的部分观光 农业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渔船上的 无论是外籍的渔工有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安置所 还有大陆渔工有没有安排进到这个我们的安置所 另外农业上的预防座物上的预防有没有先做好准备 以及我们的观光的部分 我们的如果还有停滞在花林的旅客游客外籍游客 我们要如何去安置 以及工商业的部分 观光流处有没有做好一些预防的宣导 所有的店面的招牌 所有的外这个店家外的这些放置物 我们都能进去 这些事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至少在风速还在五级以下 四级以下可以赶快做准备 那另外对于水的部分 沙包以及我们的挡水 当水板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做好 因为玉珠湘县大道有一段它的斜路 比较倾斜的部分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突然水量增加的时候 那个水暴涨和水流 所以是不是要用当水板先把旁边的这个人家 先把它先挡起来 先做预防性的措施 现在许专业会议当中提到 希望各局所对于水量问题 应该要如何去应应 不要让降水成灾 都市区域在降雨量之后 注意下水到排水的情况 沙包以及防水板要先做好准备 潜似溪流区域要求 预计判断将居民移到收容所 风势强势的时候 招牌等物品要事前确认墙固定 电力电信部分 也要跟相关单位确认保持暢动 接下来请订阅黄师辈老